我是叶淑芬介绍这本好书 这是包拼文化所出版的 全班都零分 以自我觉察唤醒孩子的学习力 我们请到作者张士杰老师到我们节目 士杰老师说要唱歌是不是 那我以前在国外有待过这个一个表演的团体 也常常有办这种演唱会 所以我习惯就会把一些想法写成一首歌 那我觉得接下来我唱这首歌叫做让他来让他去 是情绪教育正念觉察情绪教育的一个核心 它有几个重要观念就是说 生气难过紧张害怕 它不是问题 它是OK的 它是人的正常的情绪 那第二个就是说 不要过度的压抑 不要过度的放逸 你只要多觉察它 然后让它来让它去 这样你最后会发现 原来情绪是情绪 你是你 你是可以做主的 是 是 这就是这首歌的歌词 好 那就献丑了 我们来听张士杰老师唱 让他来让他去 生气有什么关系 他只是一时的情绪 难过有什么关系 他总是来来又去去 心脏有什么关系 反正它是她 反正它是她 你是你 恐惧有什么关系 慢慢看着它就可以 情绪是一个弯皮小淘气 闹你一下它就会离去 你念伤它它就一直问你 你压抑它它就一直闹你 它要的只是你的 接纳和容许 让他来让他去没关系 好记得看它们变巴西 很有趣 他来了欢迎光临新格里 他走了谢谢光临随它去 他还是他你还是你 你依然诚信又如意 谢谢 谢谢 这老师您自己写的 对我自己写的 词曲都是 词曲都是 所以这那时候您去就是 国外巡演 国外巡演的时候 都是唱这种励志歌吗 那时候没有 那时候都唱一些这个 比如说一些励志歌曲 或者是佛曲这样子 是这样吗 这首没有任何宗教车 他只是讲情绪的 面对情绪的一个态度 是 其实说真的 这个世代啊 真的有必要好好 来学习这个情绪 对不对 是 那有时候人家是觉得 就说 这一小子就是 爸爸妈妈 怎么感觉 会好就会好 会好就会好 好像说什么六岁定中生 还是三岁定中生 就是说他的性格 好像从小就行数完成了 可是我不觉得 我是觉得这可以靠后天学习 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研究发现 所谓神经可塑性 有透透过各种的练习 可以让我们大脑 所谓死掉的那个细胞 重新再生了 重新连结 重新再塑造 所以其实透过绝察练习 它是可以很多改变的 包含阅读啊 运动都是啊 那我讲这个绝察 它是另外一种比较 更全面化的 因为绝察可以在任何时间都可以做 你运动也可以做 你读书的时候也需要保持专注 那很重要就是说 绝察它有一个很重要特质 就是它很简单 我们应该有听过一些 EQ课程对不对 它有很多的一些教法 然后第一步做什么 第二步做什么 绝察只有简单的几步 第一个就是发现情绪 你发现你知道你 现在处于什么情绪了 很多人就说啊又来了 就是你已经发现 你就说啊又来了 好我知道了 就是说知道 目前我知道它来了 情绪被觉察到了 然后第二个就是说 你试着观察它 接纳它 就这样子 后面它就会自动去调整 比如说它情绪卡住的人 它就会就像手一样 紧紧之后就松开了 比如对人家很生气的 你一直观察它之后 这是我们很多人 那个实际的一个体验 就是当一个情绪很紧绷的时候 不管是生进来 或紧张害怕 你只要观察住它 它就会松掉 就是说不会卡在那边 那第二个就是说 有时候 要让我们的那个 心思要能够定下来 比如说很生气的 它一直浮动不安 你透过觉察之后 你看到你的浮动 看到你的躁动 看到它的当下 它就已经开始在沉淀 就像那个 你把一瓶水 如果有些杂质的一瓶水 你放着 它就自动沉淀了 你只要放在桌上 观察它 你就会发现这个变化 那是自然的现象 所以我们情绪也可以仿效 这样子 所以正面觉察 这个情绪是非常简单 就是很简单 就是觉知它 觉察它 然后接纳它 所以讲完了 所以没有那么多 但是我们可以用一些 比较多元的方法 像我就发明了 100多种 教觉察的方法 100多种 是 包括APP 也可以运用上去 专注的软体 那还有一个觉察指导语 你在YouTube可以搜寻 全班都零分之觉察练习 再说一次 YouTube搜寻 全班都零分之觉察练习 这边有一些指导语 比如说当你生气 难过 紧张 害怕 或者嫉妒 或者是迷恋某个东西 这时候你怎么去做情绪调节 那甚至还有一些是 比如说跟人家吵架的时候 或者你考试前 有些是老师可以用 有些是父母亲可以用 有些是可以亲子一起练的 这是我写的指导语 然后请一个老师帮我录的 那随时点进去都可以 那包含还有两首歌 就是我刚刚唱的那首 还有另外一首 让他来让他去 那我也创作大概十几首的歌曲 以后有机会 可以来节目 交唱 那我想透过音乐 可能有些人会吸收的比较多 那主要还是实际去练习 你好像就是说 对于会不会玩 或者是说把这个娱乐 是不是 能够自娱于人 这方面我们看的蛮重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想想看 小孩子天生的个性就是喜欢玩 而且你越玩 尤其是玩一些你很有 兴趣的事情 当然不是坏事 你的生命热情就会不断的燃烧 那有些人会常常被逼着去做一些 不喜欢做的事情 被规定做很多事情 也许他这样做下来他会有 他会有收入 他会有一些生活的一些物质条件 可是你问他他不见得快乐 是 那一个常常能够有顽童的心的人 他就会有终身学习 然后有好奇心 到老时候还是会很快乐 我觉得快乐才是一个人最重要的心灵保障 是 因为我会发现你只要觉得我想学一定学的会 我想要学一定有人可以教我 抱着这样子的心去学习 其实我觉得就不难 最怕就是说你要多了一点烦恼 怕不好意思啦 怕变什么样的眼光啦 等等 那你就跨不出去 不要说什么 你看 从智慧型手机 那很多这个就是我们的资深老朋友 自从会玩这智慧型手机之后 我发现他们是命力很旺盛 到处拍照 然后玩的可高兴 那如果就是说有一些长辈他就对这个非常的排斥 他就没有办法享受这么快乐 也没有办法在群体中啊 就是分享分享一些心得 是啊 那我举个例子 像我三十几岁之后才跟小朋友学扯铃 然后后来我还去学电子琴 是前前几年了 因为为了要那个圆游会 然后也自己去学剪影片 很多东西都是觉得很好玩我就去玩 而且弄起来之后就发现 这组合起来的东西就更活泼 那后来我拍了一个纪录片 我把我这两年的教学 就是收集了他们的成长的点滴 我还请外面的导演来指导 就是总共花了五十万 做非常精致的一个 当然幸好有人来帮忙 就是这个募款之类的 然后透过记录他们生活点滴 然后把这个正念觉察教育呢 让大家能够更了解 你也可以在YouTube搜寻 一起喝伯爵奶茶 一起喝伯是伯 伯氏的伯 不是那个喝的伯爵奶茶 是伯氏的伯然后觉察的觉 奶是那个徐乃琳的奶 茶就是觉察的茶 一起喝伯爵奶茶 有八十分钟 那也有分段的 就是分成七段 你可以了解 就是说其实 穿扬这种情绪教育啊 正念觉察教育 也可以用影片 也可以用歌曲 那我其实我也有收集了很多脑筋 急转文 小朋友超喜欢的 其实每一个 不然随便问一个 哪一天永远不会到 哪一天永远不会到 对 明天嘛 因为到明天又变今天了 所以我们永远都活在今天了 其实我们把每一天活好 你这一辈子就好了 所以当下才是最重要的 是 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 没办法多说 以后希望还有时间请张老师来我们节目 因为毕竟就是说 有时候我们这样讲 是一个概括性的了解 有一些细部的练习 像有些 还有实际的案例 对啊 有些家长可能就是碰到了 他不知道如何处理 才会那么那么的生气 比如说我就 就看到一个妈妈 她在管小孩 就碰到一个情形 因为有一天就是 好像 小孩子好像有点感冒 所以必须 就是不能去上课 所以就带来 带到公司上班 结果这小孩子就一直吵着 就说要玩妈妈的电脑 可是妈妈的电脑是要工作的 哇糟糕了 他就在那跟他炉 可是你看他在上班的场所 那就不知如何是好 他妈妈就一直耐着性子 跟他在那一直瞧 可是瞧到最后真的火气就来了 你看嘛 像面临这种小小孩 他应该有处理的方法吧 然后你看 他自己已经工作很辛苦了 又要忙这个小孩 所以难怪会抓狂嘛 其实有很多很多的状况 如果处理的很妥当的话 我们就比较不容易失控嘛 是 然后我看很多 比如说那些社会新闻 我会觉得很离谱的 就是说 连巴一下都会 都会拿刀 然后连什么样就讲一下 或者是车子怎么样 我就怎么大家火气都那么大 很可能就是 其实之前的一些挫折经验 或者是一些难过的 他情绪没有宣泄 甚至就是说 没有善家排掉 所以造成这么大的压力嘛 那也许 其实 没有一个人想这样吧 是 可是就是可能就是不会处理 是 我们很希望以后能多一点时间 请张老师可以来接我 OK 比如说像那行为 行为规范 行为自律方面 我们发生那么多社会事件 其实这个东西 透过这念觉察 也是可以去慢慢去改变的 也许有机会可以来分享这个 还有怎么样 我透过觉察一些学生的他的改变的一种案例 是 那太好了 希望以后请张老师再到我们节目 因为毕竟可能很多家长都需要这样子的一个案例可以做学习 他才不会觉得戴小孩真是头痛 好 那我们这本书就请大家自己看 这是保评文化所出版的全班都零分 以自我觉察唤醒孩子的学习力 我们请到作者张世杰老师到我们节目 谢谢老师 谢谢初芬 有有 还是 感谢观看